國際刑事法庭總檢察長莫雷諾‧奧坎波說 強烈懷疑導致利比亞前領導人卡薩菲死亡者可能構成戰爭罪 奧坎波星期四在聯合國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作出這番評論 他說國際刑事法庭正在道詢問利比亞臨時政府 要如何去計劃調查戰爭罪行指控 包括利比亞革命軍可能犯下的戰爭罪 奧坎波說他認為卡薩菲被打死的方式引起大眾對戰爭罪的懷疑 他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問題 卡薩菲在今年10月份在不明情況下被捕獲並被打死 有關陸像和目擊者的說法都顯示 卡薩菲在被禽獲後仍然生存 但之後的陸像畫面顯示他滿身都是血 並且在死前沒多久還被毆打過 利比亞全國過渡委員會的領導人受到來自西方民國的強烈壓力 他們被要求調查卡薩菲死亡時的情況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